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心物问题body and mind 是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碰到时代当中两项很重要的问题 一百年前的唯物论 心无问题 一百年后的人工智慧 还是心无问题 心是心灵 物就是身体 body and mind 的区别 答案是常识 所以我对你的答案是说大学里头上的是很专业的东西 我其实蛮怀疑的 因为如果说大学是定义专业的内容的话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在大学做一个professional的话是唯一的 那要哲学系干嘛 那大学干嘛要教哲学 因为大学可以教专业 我们可以改名叫台湾科技大学 不过很遗憾的 不但这个名称已经被用了 还被这个学校的人跑进来杀人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改名了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心目问题这种最根本的问题 我想同学们要了解 这两次上行上学的时候 我都刻意的表现的比较激动 因为我认为所有哲学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这五个钟头的课 没有了 心无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觉得剩下的就是衍生性的问题了 什么伦理学啊什么的 那就是常识了 政治哲学的话呢基本上不用学政治人照样把政治搞得很好 所以心无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常识 为什么 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两方面在交互运作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导致情绪 我们也自然因为情绪不稳定导致身体不健康 但是问题是心灵跟身体两者之间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你认为心灵跟身体之间是有关联的吗 你一直在讲说是有关联的吗 我们很多医生在这边讲说心灵跟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医生我到底有没有病 医生说我先给你检查 检查官说你不用胡思乱想你没病走了 标准的啊 标准的啊 那医生我觉得我可以常识不老 医生说好好好我们看一下 然后讲说对不起我尽力了 标准的啊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啊 我就不相信你们都是医生 但是医生确实是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的 就是说我们常识当中会觉得他们之间相关联 但是医生要不断地劝告你说没有啊 他们之间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有的话呢是另外一课叫精神病科 有的话但是它也是要从你的病情的状态来探讨 不会从你的什么什么意识状态来研究 因为意识的状态只能说它是个状态 或是把它翻译成一个事件或是表现外在的行为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哦 但是很难很奇怪 在常识当中我们有意义以忠的这句话 所以说新闻问题处于身体 它们包含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呢 其实同学们要了解 其实你除了在我们哲学系的这堂课当中 会接触到这个非常metaphilosophy的问题以外 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碰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专业化的教育当中 超越专业的范围 而心无问题是超越了专业的范围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你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们感觉到完全存在 却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我们可以甚至描述它用意义以忠来讲这句话 很普通的描述 但是没有办法证明 它有效的条件在哪里 所以说我心里如何能够患得身体的酸或痛 为什么我提到酸跟痛 我们在哲学里头最有名的一个问题是 self-knowledge 的主体性 就是我自己该知道我要什么 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 这一次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seller 他得奖的文章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行为上的时候 从来就不是经济学家假设的理性 你饿的时候一定会去吃薯条 为什么 因为他给你的满足感最快 你买食物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去买那些健康食品 你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 健康食品对身体好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抗拒 为什么 得诺贝尔经济奖啊 那细节大家去看 我不要多说 但是我表示说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就要问说 他们如何彼此相互影响 心灵跟身体彼此相互影响 那我们在身体当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self knowledge 有这种 比如说 我有一次我个人的经验 我去看医生 我说我的腰啊很痛 那医生说我先给你检查一下 然后说你那个不是痛啊 你那个是酸 我这个作为哲学家的直觉 马上就觉得开玩笑 这个痛是我最明显的self knowledge 就是我的自我知识啊 就是说是痛是酸 我分不出来吗 那一天说是酸 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酸不是痛呢 他说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痛的话 你根本就没办法坐在这边 如果是酸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 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介绍很多 我慢慢被他说服了 我说是酸不是痛 但是我出来诊所的时候 我非常怀疑 为什么自我知识可以被他 被他的检验后的结果说 我取代 我非常怀疑 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 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但是如果是痛的话 他有另外一套流程 是他被制约了 不是我被制约了 因为他是唯物论者 所以他相信痛所代表的疗程 跟酸所代表的疗程不一样 而我自己的话呢 自由意志感觉告诉我说 所有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不正常的感觉 annoying feeling 通通叫做痛 我就是失恋也叫痛 被车撞到也叫痛 被刀砍到也叫痛 都叫痛 我这个痛对我来讲 是有一个自由定义的空间 所以这个认知差别很大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讨论的 我们要回到笛卡尔 这个问题整个问题是被笛卡尔解释的最清楚的 我先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我叫它metaphilosophy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因为我们让哲学成为可能的基础 就是形上学 而哲学本身也有它的形上学 我们上礼拜介绍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如何认知透过语言表述认知现象 然后进一步建构系统 让这个现象becoming true 我不知道同学记不记得 就是你指定一个事情 然后讲 所以大家记得我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becoming true的时候是形上学 那形上学本身还有一个形上学 就是你的心灵跟你的身体的区分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同学们要了解 这不是我在讲 我们的哲学教育太差了 差到连根本就没有meta的问题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人生哲学的态度看待哲学 大错特错 哲学实际上你稍微懂一点 只会痛苦不会快乐 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突然发觉 原来像Hume 我们讲到Hume 大家去回去翻一下上上上礼拜 我们讲到知数人Hume那句话 人的melancholy melancholy 非常beautiful words GRE智慧一定要备注 人的melancholy完全来自于他的passion 跟他的rationality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这是David Hume讲的话 这是Scottish Enlightenment David Hume H-U-M-E 就是他在18世纪就说出这句话 那这句话的话要告诉我们什么 要告诉我们说 人其实一个并不了解自己的动物 但是呢 人要能够安稳的活下去 就是要接受这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这句话就是学习接受不稳定 但是人本身有那种追求稳定的倾向 他都叫做uniformity of external world 我们会喜欢外在世界的统一性 这个错觉 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了David Hume讲的问题 我最近把所有西方作者讲meditation 或是讲confession 就是自我对话的著作拿出来 我再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迪卡尔提的问题是 老早哲学家就提过的 罗马帝国了不起吧 罗马帝国是不是很了不起 就是说不会回答的人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罗马帝国 就是真的真的 罗马帝国为什么了不起呢 因为罗马帝国所有的皇帝 都相信一种哲学 叫斯多噶哲学 罗马帝国里面的所有的皇帝 都是斯多亚哲学家 其中有一个还有著作 最了不起叫Marcus Aurelius 他的书名就叫Meditation 我最近正在解读Meditation裡面的部分的章节 我是拿法文本跟英文本对照 然后再看 我就发觉自我对话的过程代表什么 自我对话的过程就是代表 问自己心灵在运作的过程 所以大家讲上一次我们讲到知识论 讲到笛卡尔的我事故我在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数学是一种心灵自我运作的过程 解数学题目需要的那个推理 是你心灵在运作的过程 然后心灵运作过程笛卡尔就是 他是有名的数学家 解析几何是笛卡尔发明的 就是把这个几何学变成代数是靠笛卡尔 这个发明跟那个莱布尼茨牛顿 发明维基分是齐名的 大家根本都没有感觉 不知道这个人类历史 这个变化当中是完全是受到这一部分 就是心灵跟身体的问题 能不激动吗 能不激动吗 当你了解你心灵运作的过程 对不对 当然要很激动啊 这是最ultimate question 所以笛卡尔在诚实录当中 他我师确信了我在 然后在后半部中 他确定自己由知觉以及思考两个部分构成的 那么这个表示了出现了两种情况 心灵跟身体 好 这个 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原因 并不是单纯的因为 这个笛卡尔要证明什么 而确确实实是来自常识 我刚刚问到同学 包含同学们都心里都慢慢可以了解到 他得尽确确确 是在我们身体当中 而且困扰我们非常深啊 比如说 你去看七香记 失恋的人会生病 那你想说失恋的人的话 照样无所谓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失恋的人会生病 大家觉得 对对对 没错因为你失恋了 你准备当医生的人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可以理解 因为你在刚入这一行啊 你当然将来你当好的医生讲说 我给牛开刀跟给人开刀是一样的道理 你知道吗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我说良心话 真正的好医生是给自己儿子开刀 跟自己老婆 Cesarian都一样 这个就是机械人 机械守备 又精确又准确 With strategic precision 对不对 应该有这种能耐啊 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唯物论者 这笛卡尔中奇医生 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数学为基础的理论 这个是没话讲 我们今天就活在由数学为基础的理论当中 物理学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昨天川普讲FED的主席 选择 可能选择John Taylor 史丹佛大学教授 这个John Taylor 他有名的Teller Rule 你们可以去查 Teller Rule认为说中央银行要做什么 哪需要那么多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做的决策可以全部量化 可以把这个利率啊 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算出来以后 以后你就照这样 机器人就可以当中央银行的仲裁 为什么呢? 他说数学可以计算所有外在的事物 宇宙是存物质的 因为物体的延展性跟运动 这个强调物嘛 物的延展性 例子可以大可小 会碰撞 所以说以数学来描述的结果 对迪卡尔来说数学描述的就是科学 以科学的物质必须排除任何跟心灵有关的因素 所以这个迪卡尔本身是不乱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研究 所谓的专业研究完全都以 完全都以迪卡尔在数学那一部分的描述为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同学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在大学教育当中 四年来 真正的教育要确立你这个方向 所有系都一样 没有一个系是例外的 在大学四年教育就要确立你 你心中的胡说乱想 对于实际上的物理世界是没有影响 包含中文系历史系都一样 所以我们来讲说 你把三国演义跟三国志拿出来一笔 唯一的差别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性多 那个故事包含神话 什么关公展炎良朱文筹以后 后来人家鬼魂回来以后 人家找他算账的时候 关公觉得自己被吕蒙杀了什么的 你们看三国演义看的时候 看到里面神话故事很多 三国志的话的历史 基本上做史学的就不能讲这些故事 大家都说佩洛贝尼莎战争是第一部史学著作 因为他不用神话来解释 强调的是事实 所以我们在大学教育当中教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 对于蒂卡尔来讲的话呢 我曾经在上知识论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 会影响他很深啊 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到说 我到台北医学大学去的时候 有医学系的学生他信的是妈祖啊 我跟他讲说 妈祖 is a kind of bullshit 他很生气啊 他非常生气 他就会觉得 humiliate 为什么呢 他的信仰 我说你在看病的时候 你开口闭口身上还带个 妈祖什么的 前面还写的什么天后保卫什么 有个屁用啊 他说老师你不能这样讲 对我来讲我感觉到hurt 另外一种羞辱 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的部分是无限可能的 那我想说我很抱歉 我是故意用这种羞辱你的方式 还是来告诉你的信仰在你心中的地位 你知道吗 你到了西安碰到回到图的可能性是75% 你不能乱讲吃 我好喜欢吃猪肝面 你不可以提啊 你一讲人家啪一个巴掌过来 你知道你怎么打人 他讲说我想杀你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从猪肝面到挨巴掌差距太大了 在台湾后来一讲猪肝面的确鲜香 而且还要加一点大肠更好 这个不一样啊 对不对 也基于这个缘故 所以迪卡尔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怎么能够接受这一切世界 完全是由物质透过数学做表征的结果 我们上礼拜有强调过 形状学告诉我们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表征世界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所有表征世界的话呢 它都可以被物化被量化 被外显变成现象被描述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谈到 所有这些被描述的对象 要如何让他们becoming true 对不对 那这三个部分的话呢 对我们现在来讲 讲到物质世界 跟讲到信念世界 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被描述 它都是一种表象 比如说 如果这表象世界当中 没有这个精神这一部分 大家会觉得很遗憾 即使是对的 也很遗憾啊 对不对 说你现在的话 说一见面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 十来万 哇 你现在赚多少? 一万多 呵呵呵 同样都呵呵哈哈 有implication 对不对 但是你讲 那那个人会马上讲说 赚多少有那么重要吗? 有的人讲 唯一的 人存在的价值就是看你赚多少 那大家就开始啊 如果没有精神面向的话呢 活着要干嘛 就是为了钱啊 我每天跟着一群人在一起 他们都 这个上礼拜我还特别讲 我说 这个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主持人呢 还问我 你这样子不是物质主义吗?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是财经台啊 只谈赚钱跟赔钱啊 你把财经台教大家怎么样捐款 你还办节目不办 他一听也没话讲 因为你已经 缴获在里头了 你也想跳出来 不可能啊 对不对? 因此笛卡尔面临了两个挑战 第一个 如何在数学中 可描述的物质理论中 为非物质性质找到 不能够量化的心灵 找到定位 另外的话呢 如何用哲学思维方法 证明心灵灵魂在死后仍然存在 神学问题 这是笛卡尔 那么 那么 笛卡尔的回应就是宣称 心灵跟身体 两个是不一样的实体 这个是 他这个问题的一个态度 他把这个问题留下来的 我跟大家强调 我看到笛卡尔这句话的时候 历经了好多次的转折 讲到心灵跟身体是两个不一样的实体的时候 历经好多次转折 因为我发觉 我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唯物的 认为这个笛卡尔的观点怎么这么傻 他自然是能够发明解析几颗 他为什么不知道 所有数学能解释的以外都是假的 然后后来发觉 到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又 深深为宗教所着迷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不读书 就是晚上读圣经的 非常非常认真的读圣经 所以圣经里面的观念 我后来发觉那种圣灵充满的感觉 那是当然心路历程 在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刺激跟打击以后 发觉 发觉笛卡怎么会想到用数学来解释世界 十七世纪 地理才刚大发现的时候 用数学来解释一切 到今天来讲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有你学建筑 都觉得创意还是很重要啊 生活中的丰润滋润 然后拍照 学建筑 我以前都跟学建筑住在一起 那些建筑都骗人 就买很好的那个笔 买很好的照相机 然后到处旅游在那边拍人家的房子 到高地巴塞隆那去 我说你拍高地的房子 你给我屁用啊 对不对 你又不是高地 你看完了你不看照片 跟现场有时候差别 他们讲你不懂啦 你不懂啦 你就是唯物论者了 你都不知道那种 那种经营在大师的手笔之中的那种 那种那种参悟的这种性质 所以学建筑人最喜欢用那种诗一样的语言 在那边讲一些鬼话 我最喜欢成大建筑师设计的房子 永不漏雨 空间最大 光明度最亮 然后花园的话随时可以铺上水泥 变成的话的停车场最棒 你除此外还需要什么